還有在地的各位夥伴大家好 那個廣子的案子我們跟很久 那我們今天看到很漂亮的模型 其實這個模型還有一個角度大家沒看到 我們剛剛看到原始的樣貌 沒有開發旁邊是老廣子 後來廣子放上來了 再接下來旁邊都跟了 那我們可不可以請突發局幫忙把這一塊拿掉 放原來的回來 我可以試試看 讓大家看一下長什麼樣子 可以幫我一下嗎 讓我繼續發言 就中間的廣子 都跟了留著 中間廣子換成原來的樣子 對 好這是第一點 這個留著就中間拿掉就好 然後那一塊放回來 好為什麼要這樣子做 我們台北市的房災空間真的不足 這裡真的是斷層帶 那市長現在說要進行這些專 地質專探有的沒的 然後獨發局剛剛的簡報 有非常多的專家覺得說 這裡是非活動斷層 請問在921發生之前有沒有 這些專家學者有沒有預期到 車輪不斷層會錯動 會發生921大地震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的一個 專業上的一些問題 其實 你應該用更長遠的角度去思考 這一塊土地應該怎麼利用 剛剛其實我 比較不好意思 因為我當烏鴉當習慣 所以我有一些該講話我還是要講 我覺得市長剛剛在回答問題 有一些東西是被誤導的 怎麼所有的房子要怎麼改建 都市計劃要怎麼做進行都更 所有的容積率 都是土地使用分居管制上面明定的 你可以蓋多大 你可以有多少容積 那個是法律規定的 那個不是那些話給 所以也不是像市長說的 我廣值350 我旁邊就可以給你到多少 絕對不是 那個絕對都是要透過正常的法定程序審查的 所以為什麼今天會有這樣的爭執 我覺得這個後面 可能市長回去還需要再去了解 那我們今天為什麼要提這個東西 當你這裡是一個有風險的高風險的地方的時候 其實保留下來是最好 為什麼如果真的未來旁邊像市政府的模型這樣子突更呢 發生地震發生災害的時候 大家要往哪裡跑 沒地方跑 那現在有沒有辦法完全的把它保留下來 可能有一點困難 其實杜巴菊剛剛不敢回答 他們那個行政中心未來是要BOT的 他用BOT出去的賺的錢 來補充這些相關的這些興建經費 所以這我們可以理解他們在財政上收支平衡的問題 可是你是不是可以像里長他們這些大家所提出來的 你應該去把這一些量體去減載 把它整個降低 甚至增加更多的這一些開放的空間 那未來如果真的發生災害的時候 我們台北市民有地方可以跑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防災是要先考量的 而不是先想辦法 我要放多少人進來這裡 那他的防災功能在哪裡 不是只有火災需要逃生 他還有未來的地震災 還有我們台北 我們台灣是地震災 現在地震越來越多的狀況 所以我真的呼籲是講 在這個案子裡面有非常多 更需要更深入去思考跟檢討 跟給大家更多願景的地方 所以我不是說一定要整塊做成公園 旁邊全部變豪宅 我們沒有這樣的意思 可是你應該把台北市民的防災出散的這件事情 放在最前面 台北市有270萬人 我們現在所有的防災公園 只能容納11萬人來逃生 這謝謝以上 謝謝 下一位 每еше都 全開層 下層 在嗎 anderen 谢谢观看